战争史上一些最大最强的武器 往往战绩都不是如意 就拿战列舰来说 日本最强的7.2万吨大河级 和美国最强的5.8万吨鸭华级 居然都没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战绩 鸭华级还好能帮航母编队防个空 开炮支援一下登陆作战 大河级那真是100斤大寿陶 废物典型 要说日本最有用的战列舰 那还得看30多年建领的四大金刚 本期老亨特就来跟大家聊聊 日本海军的4艘金刚级战列舰 金刚级并不是日本独立建造的军舰 而是从英国购买的最后一款大型战舰 1911年 日本内阁通过了海军建造4艘金刚级战列舰的决议 但当时的日本造船厂没有建造大型军舰的经验 为了引进建造技术 决定出前让英国建造一号舰金刚号 自己再派专家去英国船厂学习技术 在这里不得不夸赞一下 当时英国世界一流的造船水平 首舰金刚号于1911年1月在英国正式动工 仅两年半时间就建造完成 1913年11月 日本方面就驾驶金刚号返回了日本 从外形上看 金刚号拥有英伦风情的长手楼船型 和高大的三角围杆 防御装甲水平与同期英国海军的战列巡洋舰相当 动力系统则采用油煤混烧锅炉 蒸汽轮机 武器方面配备了八门由日本韦托 韦克斯公司研制的356毫米主炮 双连装的主炮塔全部沿舰体中心线布置 12号主炮塔呈背负式位于舰桥之前 3号主炮塔位于锅炉舱与主机舱之间 4号主炮塔位于主机舱之后的舰尾 3 4号炮塔相距较远 所以在后来加装水上飞机弹射器时 就将飞行甲板布置在了后面两个炮塔之间 这是金刚级的一大特色 金刚号的舰手既非垂直型舰手 也不同于飞简型舰手 而是船头向前弯曲 在水线以上垂直 水线以下向后弯曲过渡到船底 形成日本军舰独特的双曲线型舰手造型 金刚号战略巡洋舰的到来 让日本成为了继英国和德国之后 第三个装备战略巡洋舰的国家 金刚级的另外三艘舰 比瑞号 真明号 悟导号 则由日本海军根据维克斯公司提供的图纸 在日本本土自行建造 三艘舰于1915年4月全部建成 英国海军的战略巡洋舰 主要用于保护英国的海上航运 并绞杀敌方的海上袭击舰队 是一种可快速部署的战略机动力量 但日本海军使用战略巡洋舰的战术 与英军完全不同 他们主要拿金刚级担任舰队主力 前锋鱼雷战队的领舰 必要时编入战略舰队协同作战 视频的中间老亨特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在这里老亨特祝您身体健康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一战后 日本对金刚级战略巡洋舰 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大改装 至1931年全部结束 这次改装在主炮炮塔 弹药库 机舱上面增铺装甲板 新增了舰体防雷纵臂 前侧防雷突出不等 并对锅炉进行改装 在前尾尾楼增设舰条设施 在34号主炮塔之间的空间搭载水上飞机 由于改装之后 战舰的防御能力增强 重量排水量和阻力大幅增加 最高航速降低至26节 于是金刚级战略巡洋舰 从1931年起 正式改称为战略舰 1933年到1936年 日军又对四艘舰进行了第二次大改装 这次改装更换了新型的蒸汽轮机 舰手加长7.4米 以增加浮力减少航行阻力 并彻底改建前尾楼 形成了日本海军战略舰特有的塔式舰桥 改装后的战舰主炮最大仰角提高到43度 同时增加了防空火力 经过这些改装 金刚级的标准排水量 从2.6万吨增加到了3.2万吨 东力系统由36座油煤混烧锅炉 加两座蒸汽轮机 改为了8座重油砖烧锅炉 加4座蒸汽轮机 航速从27.5节提高到了30节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高速战略舰 但是其致命的防护性能不足的缺点 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4艘金刚级战略舰被迅速投入战场 虽然从舰领上看 金刚级是海军序列中最老式的主力舰 但其他的战略舰不是作为最后决战的王牌 就是因为航速原因 或者过于老旧而很少出战 经历两次大改造的金刚级战略舰 就成为了所有战略舰中出动率最高的 他多次被编入机动舰队掩护航母 并参加了日本海军太平洋战争期间的 大多数大景海战 1941年11月 比瑞号和雾岛号被编入航母机动部队 发动了对美军基地珍珠港的偷袭 太平战争由此爆发 与此同时 金刚号和真明号被派往了东南亚 支持日军舰队的进攻作战 1942年3月 4艘金刚级护卫航空母舰机动部队 参加了扫荡印度洋海域英国海军的作战行动 1942年6月真明雾岛与金刚比瑞分别编入机动部队与掩护部队 参加了中途岛海战 海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雾岛号被美军飞机投下了炸弹炸成轻伤 中途岛海战后 美军在南太平洋的瓜岛登陆 攻占了日本兵工修建的飞机场 随后双方为争夺该岛 在周围海域展开了一系列海空战 四艘金刚级战列舰也参加了作战行动 10月13号晚上 山本派力田舰南率领金刚号和真明号战略舰 炮击了瓜岛上的机场 由于计划周密作战突然 这时美军损失巨大 将近40多架飞机毁于炮火 地勤人员死伤无数 次日日军故技重施 准备派比瑞号和雾岛号 再次炮击该岛机场 但遭到了美国海军拦截 比瑞号遭到了美军舰载机的空袭 舵机被炸坏失去控制能力 被迫自沉 这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 损失的第一艘战略舰 15号凌晨 悟导号战略舰在炮击机场的行动中时 遭到了美军两艘战略舰和四艘驱逐舰的拦截 这次战斗 我们在讲华盛顿号战略舰的节目中提到过 悟导号最终被美军的华盛顿号战略舰重创沉没 至此金刚级的四艘舰已经损失了一半 剩余的两艘运气也没有好到哪去 1944年金刚号和真名号加入力舰舰队 参加了莱特湾海战 幸亏力舰跑得快 不然两艘战舰可能到时就要沉在菲律宾海域了 11月16号 日军舰队撤回本土 金刚号在台湾海峡被美军的海狮号潜艇发现 潜艇在2700米的距离向金刚号发射了六枚鱼雷 金刚号舰舍及其中部各种一枚鱼雷 舱势进水并引起弹药库大爆炸 舰体开始下沉 不久后帆船沉没 真名号返回本土后 由于缺少油料而极少出战 1945年7月 真名号舰在无限军港遭到美军飞机轮番攻击 严重受创 摆在军港里成为了一艘无害的吉祥物 二战结束后被盟军拆解 这次日本海军的四大金刚全部陨落 整体来看 金刚级战略舰虽然经过了多次改进 但还是跟不上当时的战斗水平 战略舰的356毫米主炮口径偏小威力不足 在瓜岛海战中 美军的南达科他号战略舰 被误导号的主炮命中90多发 但最后只是受了点轻微损伤 修复后怀参加了以后的战斗 金刚级的防御能力也很差 还是瓜岛海战 误导号7分钟内被华盛顿的406毫米主炮 击中了9发 当即就船舱起火 舵机失灵 丧失了战斗力 金刚号被一艘潜水艇轻而易举的送入了海底 不过跟日军的其他战略舰相比 金刚级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 该级各舰参加了太平洋战争的多次战斗 每次都能将他们不是很强的战斗力 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比如击回美军的瓜岛机场 莱特湾海战重创一艘护航航母等 比那些牛皮吹的响但却没有太大作用的战略舰强太多了 你们说对吧 长门级和大河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